男嘉宾李先生 37岁 来自湖南汽车售后服务 女嘉宾邹女士 45岁 来自贵州个体 来 得请 好好好 你们俩谈恋爱多久了 有了两三年了吧 两三年了啊 当然谁追的谁啊 我追的他 他追的您啊 对 怎么认识的呀 就我们认识十几年了 以前就开服装店认识的 认识然后 都十几年了 有认识十几年 然后就15年的时候 他就追了我一年 他为了追我就还 本来他自己有房子住的 他就住房子 住到我一栋楼五楼去 我是住三楼的嘛 然后就经常帮我做一些 就是我做不了的事嘛 就比如说我在网上买一些 你柜子什么来的 装不了 他就去帮我装 所以说您的年龄什么 他都很了解是吧 对 在这个岁数不应该是初婚吧 不是 他离异 我也是离异的 都是离异的 对 他12年离得婚 我是十几年前就离婚的了 因为以前就认识嘛 大家都有电话嘛 同事嘛 然后他就离了婚 离了几年以后 他就一直给我发微信 给大姐发微信干嘛呀 是聊聊天而已 就聊聊天 对 后来怎么就想追大姐了呢 因为她漂亮了 因为她漂亮 我喜欢她 你喜欢她 今天为什么来啊 就我们最近就老闹矛盾嘛 特别是最近这半满年老闹矛盾 为啥闹 闹很多 首先就刚开始 她追我让我感动了 我跟她在一起 刚开始还可以 但是时间久了 我就发现很多都 就是好像都不行 那种感觉 首先就是年龄问题 我比她大八岁 我慢慢就觉得 好像就是差异很大 我的身边朋友啊 就说哎呀 这种看不好 姐弟恋看不好 反正身边人笑我 然后我父母也有一点点 那种不同意 然后我就 反正就感觉很大的 不是你过去 不也没在乎过年龄吗 刚刚开始的时候 是给她感动了 我就答应和她谈恋爱 但是时间久了 就是不一样的 身边朋友会说 家里人会说 我相信年龄 这个问题 不应该是最主要的 还应该有其他的事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时跟她聊天嘛 她就说想生一个小孩 你想一下主持人 我这个年龄啊 是吧 我自己都有两个小孩 她也有一个小孩 都三个了 怎么生小孩嘛 再说我也不想 再生一个小孩 对我的孩子不公平 她都说 哎呀那你实在不生无所谓 但是她已经提出来了 我都跟你说了 说得很明白了 是吧 我说不一定说 一定要生小孩 生小孩之前 我 也要经过三十 但是你已经提出来了 你已经提出来了 那就 我心里面就有个结了 是吧 我就感觉我 如果跟你结婚的话 我就觉得我对不起你 是吧 我就不想害了你 明白 明白 我问一下 您的两个孩子跟谁啊 我的孩子跟我 跟您 您的孩子跟谁啊 跟我 那还真是 再来一个还挺麻烦 四个 就是嘛 但是人很累 很辛苦 对 孩子你要不要 可以不要是吧 可以不要 不是 我都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但是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啊 对吧 就比如说 他大男人主义 你别看他比我小 他管起我来挺厉害的 他怎么管你啊 真的 就比如说 我以前 我是开服装店 以前有点积蓄 我就七年八 要在我老家贵阳那里买套房子 他就死都不同意 我说我喜欢 他说不行不行 他说你在深圳这边买 因为我们现在在深圳那边嘛 我说深圳这边买不起 对吧 他又说不行 反正你不能在那边买 是吧 然后我就觉得 因为我朋友介绍我去的 你连一个朋友的话 你连一个朋友的话 都可以相信 我这么爱你 这么保护你 为什么我提出了一点点 小的建议 你都不听呢 但是我都跟你讲过了 是吧 我都跟你讲过了 深圳这边是买不起的 你自己买 他怎么能阻止到你呢 他就不准我去买呀 他就说如果买了的话 就说我不尊重他 他是男人 我不尊重他 他还那次还跟我闹得很厉害的 就说好像就是要分手的 那种感觉 是这样子 我们老得很厉害 我只是说 从特别说吓唬他的 吓唬他的 行 但是你这种吓唬的话 我会记在心里面 是这样的 结果我买了 买了 然后我们就吵了一大价 你还是买了 还是买了 因为那是我想做的事嘛 对吧 是我的家乡嘛 买了以后我们就吵架 就冷战了一两个月 这样子 反正我就觉得 真的这方面的话 就是很让我 就是说又打了一个心结 后来怎么缓和的呢 人家买了 人家怎么 我们就慢慢地跟他聊钱 他又哄我呗 那你们俩的钱 现在是怎么 我和在一起了呀 还是各花各的呀 不 他以前的钱的话 是就是给我保管的 就跟我在一起 就给我保管 最近他不给我管啊 最近他就 我也是来 我要用钱的 是不是 你说你买车 结果你拿去干嘛呢 你还不是到处 跟那兄弟喝酒啊 应酬啊 就乱七八糟的花这样子 我管他的钱 还不是为了他好嘛 结果他的话 他就不让我管了 最近不让我管钱了 我现在是你为我好 但是我也是个男人 我需要有钱的时候 用钱 你要用钱的时候 我会给你呀 对不对 是不是 不是 你拿去的话 你说买车 结果买车没有 你这样子说的话 我就觉得一点安全感 都没有 我拿钱 无法就跟我的朋友 同事他们出去喝点小酒 你喝酒 你不是喝小酒 你知道吗 就比如说这次过年啊 我带他回我老家 去茅台镇 你知道吗 我是贵州茅台镇的 我们那里都很能喝酒的 他以为他很厉害 成英雄哦 他想做英雄嘛 想喝两杯 给我家乡人看看 你不想想你什么尿子 我家里的人 都是喝酒长大的 我是茅台镇的 他去跟我那个哥 随便进两杯 还有我的小侄子 我一个小侄子 就把他灌倒了 两杯就把他弄倒了 你要当喝水 他呢 不行的 他一喝下喝倒了 不是你哥哥说 你第一次来 我们干一掉了 你要是不喝好 怎么怎么怎么 一说一大堆了 好了 你喝酒就算了 对吧 那我让你喝是吧 你喝酒了 你干嘛了 你知道吗 他喝酒了 很搞笑的 真的是 就在那里说 哎呀 你们贵州的山啊 好多啊 路又不好啊 你看这些地方 都没我家乡好 你看我家乡都是情愿啊 杀也好 谁也好 哎呀 我真的晕死了 哪有这样人的 说人家家乡不好 说自己家乡好 那你让我 那我喝的酒的人 你能听吗 是不是 你说我家乡不好 就算了 你还说什么了 你还说 哎呀 你这个地 这个菜不好吃 那个菜也不好吃 哎 你很搞笑啊 你 啊 你说没说 我说了 真的 他气得我 真的是 我当时就想 回深圳以后 分手 就是这样子 我就回深圳以后 分手 是这样子 为啥没分掉啊 又哄我呗 他真的 说实话 还是挺关心我的 就说跟我出去散步 知道到哪里 他喝酒就到你们老家 喝多过一次 平常不会乱喝 哦 有喝 他回到深圳 他那次说改改改 我也相信他 结果回到深圳以后 他又跟几个兄弟去喝酒 我就说你去少喝点 他答应了好好的 结果几杯一惊下来 又马上又忘记了 我跟我同志他们去喝酒 也是因为工作上面的事情 聊聊天 哎呀 我明白 你动不动就说 你工作上的问题 结果你喝 我当时呢 就是其实我是看了就玩笑 对面有一个 他有个兄弟很会敬酒啊 我就随便在他耳边受伤 我说这个人呢 情深很高耶 他就马上 你要成英雄了 就哎呀 我就当时知道 我说错话了 他就站起来 跟人家就干杯 一个一个的敬 不是 你不是茅台阵的 你喝酒跟喝水 是吧 您上来来两杯 但是我就不喜欢喝酒 我对喝酒不感兴趣 因为我这个人 对身体上面 我很保护的很好 后来呢 对 然后他 哎他喝多了 就手无足道的 又抖腿 那我就觉得很丢人 我都掐他腿了 他还马上站起来说 你掐我干什么 他一说一站起来的话 就凳子一推 然后就把人家那个 大的空调 酒楼里面嘛 就撞坏了 当时人家酒楼服务也都过来了 他还说了一句 你回去吧 你不要管我 当时我就回家了 我气得就回家了 我怎么出了事 你跑了呢 他都把我气得了 我不跑 我还在那儿丢人蝎眼 那你应该帮他的呀 我帮他干嘛 他都叫我走了 那我走 要你要脸的吧 是吧 然后我回去以后 我就说了 我跟我的同事 他们一起喝小酒了 累就喝多了 也不是因为 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吗 哎呀 反正你就是空置你很差 我跟你说 行行行 对 然后我就回去 就等他 有几个小时 等到凌晨三点 他都还没回来 四五点的时候 回来了 你说怎么了 回来的话 哇 全身吐得脏不拉西的 而且我是有 那个洁癖的 吐得脏脏的 还不说 哎 我说 因为我打了他 一晚上的手机 他都没接嘛 一看 手机钱包 全部都飞了 不知道去到哪儿了 我都不知道他去干嘛去 你说这样子 我怎么跟他在一起 那点晚上 我是喝多了 也不是因为 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行 你就别解释了 我倒觉得 你们俩真应该分手 大姐 我觉得你说的 特别特别对 你看啊 在酒桌上 你一个眼神说 这个人的情伤很高 他马上就吃醋了 对吧 他情伤比我高 说明你喜欢他 是不是这心理 然后人家马上冲出去喝了 说明他心里全是你 我知道 我说的没错吧 可是在你的心里是什么呢 当他出事的时候 你嫌他丢人 你跑了 然后回来你还说 你看你吐的 手机和钱包都没了 那你为什么不在 那个时候一起照顾呢 哎呀我都给他起的 反正就是 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 因为我这个心理就是 你说一件喝酒的事 我就突然觉得 可以分手 当然了 肯定这是我的意见 你肯定是不分的 是吧 你能告诉我 这大姐有什么好吗 我真的很喜欢她 你喜欢她 什么除了好看之外 她有一个善良的心 她对你有什么善良的呢 其实我 这个人很喜欢喝酒 每个星期出去 喝才四次完了 每天晚上 几乎上 不是喝酒 就是上班 回到家里 我会就是 哎呦你讲 你讲到你那个什么 玩小机 那个回家 他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很邋遢 四五天才洗吃衣服的 对一大堆衣服在那儿 然后的话我就 因为我是有减僻的人 然后就 我是做售后服务的 很累的 每天从早上七点钟出去 有的时候 晚上十一二点钟回来 是不是 我回到家里 我就想休息一下 反正你那是借口吗 你那个家里搞得那么脏 然后的话 几乎上每天凌晨三十点才睡 你想我的生活习惯 那是不一样的 我生活习惯是十点十一点 就必须要睡觉的 他是搞眼搞到三四点的 而且又拉他那个衣服 到处一个星期洗一次的 堆在那儿 我的话每天都是要洗衣服的 所以生活饮食也不习惯 是这样子 我的衣服也分的 浅色和绳色 我都慢慢地分出来的 我这么想的 好了 这个也不说了 你们谈了也有两三年了 对吧 您觉得不合适是吧 对 你小孙是吗 就是怎么讲的 其实我来到这里的话 就是说我也很矛盾 也很纠结 我就说 他如果真的能改正过来的话 我还是会考虑一下的 我说来这里 请几位老师帮忙一下 这么说吧 你是不是还有点舍不得他呀 对 还是有一点点的 你还想娶大姐吗 想 你孩子多大了 13岁了 男孩女孩 男孩 这儿子觉得 这个能做他阿姨吗 我们在一起聊过这个事情 他没有意见的 没意见 您家那两个孩子呢 都是没意见 同意你们俩在一起 是这意思吧 对 也就是说 现在最大的阻碍 是在您这儿 对吧 对 你觉得他邋遢 他大男子主义 是吧 对 这个他好喝酒 对 特别喝酒 我接受不了 好 明白了 让他们给您分析分析 好不好 开始下午怎么办 咱们一起进入 大姐刚才一直跟我们说 如果大哥能改的话 你还是愿意继续 跟他在一起的 对吧 但是他可能改不掉 就说两点 你最要求他改的地方 你说 就是喝酒 喝酒 特别是喝酒 还有呢 邋遢 邋遢 这两点对吗 在我看来 大哥就是 喝点小酒 吹点小牛 有点小不爱干净 我听起来 没有特别大的 原则性问题 但是他喝酒后 醉得很 让我丢人 所以 这其实 归根结底 是你心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结 我刚刚记下来几点 首先你说到的 这个是 年龄问题 差八岁嘛 我觉得不是问题 因为 你们俩看起来 你并没有 比他年纪大 保养得很好 谢谢 而且在大哥 心目当中 您是一位 非常漂亮的女士 这就够了 第二 孩子的问题 您刚才讲说 他要生个孩子 我觉得对话 应该是这样的 是不是 你问他 你说 我们如果结婚以后 我们要不要生一个孩子 他说 我们生一个孩子 是不是这样 他当然得这样说 要跟你生一个孩子 因为他才表现 他爱你嘛 是个人都得说 我愿意和你生孩子 如果他说我不愿意 你还肯嫁给他吗 所以我觉得 这完全都是 你自己想象出来的问题 都不是问题 你们当中 其实有一个核心问题 也是很多 再婚家庭当中的矛盾 就是经济问题 刚才讲到的 其实不是什么 大男子主义 是因为他阻止你 用你的钱 去老家买房子 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把他的钱 放在了你这 然后自己花的时候 不自由 所以其实 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经济问题 对吗 至于后面讲到的什么 拉他呀 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 但是我很在意 是啊 你很嫌弃啊 我看到了 你一脸的嫌弃 对于他来说 你根本 就没有特别看得上他 只是说 这么多年来 一直没有人 在我身边照顾我 突然出现了 一个暖心的男人 肯为我吃苦 肯为我受累 你是感动 除了带给你感动以外 他身上的那些 小小的那些毛病 在你看来 都是一根一根的小刺 你有一点受不了了 有一点忍受不下去了 所以今天才会来嘛 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 就是你现在 对于他的状态 大哥其实今天 还是满心的 想要把大姐领回去的 对不对 对啊 对 我很喜欢他 我看得出来 你很喜欢他 可是他没有 那么喜欢您 我会倍加努力的 他现在最建议的 就是您喝酒吗 所以我邋遢 邋遢 能改吗 我为了他 一定会改 我相信您能改 但我不相信 在大姐心目当中 但是如果 你们真的 就是想要在一起 然后也给电视前 很多再婚家庭的 建议就是 你的孩子我爱 谁的钱 谁管 我觉得这样的关系 可能会更稳定 好吗 祝福你们 谢谢 先生你知道 你的女朋友 她心目中理想的 老公是什么样子吗 她希望是平平安安 工作 上面也不是说 有什么大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 Listen to 老公 一定会的 有没有 继续 晒 二 快 每个人 那 我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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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们幸福 谢谢 你是个粗糙的男人 每天干着风吹雨打的工作 你的生活就是满身臭汗 拉里邋遢 所以你应该找的女人是每天帮你洗衣服 喝酒解乏的时候陪你喝杯小酒 喝醉了的时候懂得去服侍你的女人 这种踏实的女人 这种踏实的女人才是你应该找的对象 但是我知道 有的时候事实偏偏相反 越是粗糙的男人 越想找漂亮的女人 我会再问一下 这个人是一种踏实的女人 在她的身体里看 我会想看 你一定要想看 你的女人 你能够得起来 你能够得起来 你不想看 我会想看 你能够得起来 我会想看 你不能够得起来 你不想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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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